慧姐在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真的 我買對了 因為蔓越莓可以說是 因為前陣子就是工作壓力很大 所以反覆感染… 然後大家都會說 女生到達一定年紀就要保養嗎 所以吃蔓越莓就是最好的方式 然後我自己的部分是因為化妝師 總是有很多的法寶 所以他就介紹我吃這個 我覺得還不錯的是 它主要是兩個 一個就是私密處的保養 就是譬如說你可能會 反覆的發炎或什麼的 其實我覺得私密處保養 就可以吃蔓越莓益生菌 另外是益生菌 所以它對於消化到 我覺得也是非常地不錯 是 沒有錯 所以這個是它有雙重功效的嗎 對 它有雙重 而且還是 三重 第一個就是蔓越莓 剛才淑慧姐有講 蔓越莓可以維持私密處的 弱酸環境 所以它可以保護私密處 第二重就是 很多人可能沒有聽過 盛結莓 但是其實盛結莓 在歐洲已經流行很久 他們其實是保護私密處的 一種盛品 主要是因為它可以 舒緩 驚奇的不舒服 甚至是 金錢的症候群 另外第三重很重要就是 益生菌是要幹嘛 就是消化到 但是消化到有一個 要耐酸又要耐減 所以它剛好是可以 耐胃酸又可以耐膽減 然後存活率 甚至來到了95% 這樣吃得下去才有這個功用 剛剛老師有講到說 吃蔓越莓對我們的女生很好 對不對 這個盛結莓 它又是什麼呢 感覺很像名字 盛結莓 跟你剛剛那個什麼眼淚那個 跟李盛結有什麼關係 那應該是你的朋友吧 老師 沒有 它事實上 它是歐洲的一種果實 盛結樹的果實 它本身 它的 成分有一點跟我們女性的 黃體激素的結構有一點類似 所以你知道 我們剛才在分享 跟大家分享 所謂的金錢症候群 脾氣易怒 對 腹脹 經期來的時候會腹痛 這些大概都是跟 因為我們的女性磁激素 黃體激素的不協調有關係 所以他們後來在歐洲早期 他們所謂的自然醫學 就相當於我們的傳統中醫 那個自然醫學的那邊的醫生 他們就選用了這個聖結莓 來給這些婦女使用 為什麼 因為它的這些化學結構 跟黃體激素的化學結構 有點類似 所以它可以做調節的動作 所以它就有舒緩了金錢症候群 這些不舒服的現象 甚至到後來他們就發現 在更年期 有些更年期的婦女 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狀 它也可以有這樣子的效果 是 益生菌加上雙酶 感覺好像吃一包 我們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滿多人適合吃的 譬如說像 譬如說大家都知道 蔓越梅就是女生的好朋友 所以除了女生們可以吃之外 其實它剛益生菌 它也可以維持消化道的機能 還有調節體質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比較勞累一點 然後或者是你是 常常必須要憋尿上班族 我覺得其實都滿適合吃的